Hello,大家好 今天由我跟纸片人周可仁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拉哈马尼诺夫后台和前厅的一些小孩故事 今天也是非常开心的 给我出现在小夫的镜头前面 之前我们一直是网友 今天我们网友面积 然后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借着小夫这样的一个镜头 我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后来这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首先呢大家看到的这个蓝色的这个西装 其实我自己挺喜欢的这个蓝色的 当然在昨天的时候就是其实有一件比较好笑的事情 我在穿衣服的时候 我觉得我这个腰 我那个衬衣嘛 我觉得这个腰怎么这么的细 我感觉我穿了之后非常的性感 我说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西装其实和衬衣每一个人上都有自己的名字 第二是达力后面是10 就是SHI 就是是施老师的 因为我跟施老师的肩宽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是施老师的肩宽是更加的fit 就是因为他有workout 就fit 这个马甲 这个马甲 这个马甲啊 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环表 这个环表呢 其实就一开始的时候 诶诶诶 诶诶 只作为一个看时间的这样子 他也是不走的 那是个假的 这个衣服的每次我们都要检查 我们所有的道具是在 我的一棵状的道具就是这一棵气 其实上面写的是什么 我也看不到 大家在身份看的 我找个写的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英语了 上面应该是英语 也应该是治尼古拉的阿利博士 你借由我的物质不尽 所以让我们众个人老师 我们一起上台上看一下 来到了我们拉法曼默夫的一个舞台上 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舞台上的 道具的一本 我觉得那这一区域呢 其实是达利的一个房间 当然他用的 他不是他自己的房间 那是谁的房间呢 还希望大家 你们如果是知道自己的答案的话 你会就是在底下评论一下啊 到底是谁的房间 五讲净猜 你们那个猜中了也不一定有什么奖品啊 那下面问题来了 有讲净猜啊 那达利的房间 到底是在拉赫的住宅里面 是谁的屋子呢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那在下面评论区说出你的答案 然后由我们的小货会 挑一名幸运观众 送上一个精美的一个小礼品 上面有很多的一些 一些他的一些研究的资料 看他们有多么的勤奋啊 这个研究资料已经变得破烂不堪 其实这里是应该是有三个杯子 一开始我不知道 我说两个杯子就好了 为什么需要第三个杯子 那第三个杯子是干什么的呢 其实就是为了到最后的时候架那把中提琴 这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道具 是一把中提琴 这个中提琴其实虽然打开也打开 其实正规的放的话是应该把它打开 把它别上 然后但是一般的我们会 为了演戏比较的顺畅 就把它架在上面 这样会比较好把它拿出来 我们在演戏之前我们自己不会定音 因为我之前尝试自己定音 就是调弦 结果把那个几个弦都调的 完全不是他的那个音 所以就才学我们乐队老师来做一些调度 斯威列夫的一个衣服 其实是红衣服 就是斯威列夫的一个衣服 还有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 他其实应该是 是 拉荷小的时候 跟 红衣服 做过的一个沙发 然后这个区域呢 其实就是我们乐队的 一个区域 乐队的区域 然后每一个乐队 配一个小的一个屏幕 这个屏幕其实跟那个 我们钢琴那里有摄像头的联动 因为有的时候 因为是需要指挥的嘛 我们钢琴老师也承担 这个指挥的这样一个任务 去指出所有的乐队来跟他一起 来完整 拉荷马尼莫夫这样的一个 一个作品 那往上面看一下呢 其实就是很多的一些 一些谱子呀 就是 我觉得他的意义就是 拉荷 创作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作品 就是茶水也要每天都要换的 因为如果不换的话 就是我们倒茶水的时候 这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点 因为之前我们在上一轮的时候 因为大家演戏会不同嘛 然后我呢 会喝两瓶 就是我会用到两个瓶子来喝水 在我要决定要离开拉荷的时候 当时他俩是有激烈的正常 我在走的时候 我是会开开另外一瓶子 直接对嘴喝 这个就其实 所以对于我来说的话 这个湖里的和两个酒瓶里的茶水 都需要每天换一个新的 但是呢之前演戏的时候呢 只会用到一个瓶子 所以在今年的时候 我们的武坚老师呢 其实做了一个更迭 但是他不知道 他是按照上一个的notes 来进行工作 他不知道我要喝另一个瓶子 所以我在上剧场演的时候呢 就一直喝一直喝 直到第三天的时候 我说 哎 我说今天我就多了一句 我说哎 今天你把那两个瓶子 记得帮我换一下 他说贾长老师 你还要喝另一瓶子 他说是的 他说我从来没有换过 啊 当然了 就是啊 每个演员就是 喝的东西不一样嘛 所以 这也让我知道 就跟武坚老师做一个很好的沟通 就是特别的 拉克马尼诺夫 拉克马尼诺夫 中文版音乐剧 我觉得 嗯 他是一个古典 气质 非常强的音乐之作 因为拉克马尼诺夫的 音乐 是 不光是对于 欣赏的一些观众 对于 每一个学习音乐的 专业人员 来说 也是 难度系数非常高的 而且离开起来 稍微有一些门槛 困难的 但是拉克马尼诺夫 可以以这样音乐剧 一种大家 很容易接受的一种方式 来为大家 来阐述 在拉克 没有办法写曲子的那几年 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一些故事 而且也为大家 去展示了 用所有的唱段 去展示了拉克马尼诺夫的 这样的一些音乐的一些素材 我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古典气质非常厚的音乐剧 现场的乐队 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 让我更加有力 其实这一次 拉克马尼诺夫的巡演 我们是 全套的乐队 其实跟上海城市一样的 希望给大家展示一个更加原汁原味的 拉克马尼诺夫这样的 一个音乐的一个作品 在最后的时候 我们也会有拉克的音乐 现场的 也给大家放送的 这样的一个环节在 所以其实对于 古典音乐爱好者 或者是拉克马尼诺夫先生的 一些音乐的爱好者来说 我觉得都是一个 不可错过的音乐剧作品 Hello 大家好 我是戴凡 11月9号 10号蓝天 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由我和美洋老师 为大家愿意 拉克马尼诺夫中文版 我们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 不见不散 在开始之前 有没有特别不合理的 有没有特别不合理的事情 这个是我做坏的一个 看啊 贾船的周克人 贾船兼比周克人还要矮一头 这个特别不合理 所以大家在前天看到的 是正常版的 这个是个缩小版的 让我显得特别的娇小 感谢大船 也感谢拉克马尼诺夫 让我实现了 我就是比个人身高 娇小的这样的一个愿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